大家好 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我現在到我朋友的藍園又來了 他這邊也開始萊花了 你看到這個是花芽 這個 滿滿的花芽 Sidaria是比我那邊多很多 那比較特別是這一顆啦 我還是覺得他這一顆的Sidaria非常的棒 他的葉子是屬於不太會掉的形狀 你看這個葉子1234567 至少是有七片葉子以上 大部分的Sidaria都會掉葉 就像是 像類似這種 1233片葉子 好像這兩顆是很特別的 他不太會掉葉 那現在因為他這邊的溫差比較大 所以他的花來得比較早一點點 像我的花梗都沒這麼長 他這邊的花梗 已經比較長了 而且這一顆 這兩顆聽說拍起來滿香的 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也期待他的後代 希望他今年有膠 因為他這個葉斑其實還蠻好看的 這是那種細葉斑型的 不像那種 有些是粗斑型的 像這種是粗斑型的 那這個是細斑型的 還蠻值得期待這幾顆的 非常的漂亮 雖然他葉子沒有我的葉子大 因為我的施肥的時間比較多 他這裡只有一天可能 一個禮拜可能只有幾天可以來施肥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像我那邊的 那麼勤勞 沒辦法 我那邊就是每天上去噴一噴肥啊 或者說兩三天噴一次啊 然後我用比較薄的濃度去做施肥 所以我那邊的效果比較好一些 那他這裡你看他這個是用那個洗碗的那個網子 有沒有看到 他就不是用那種 我們用的茶包 你用洗碗的網子也可以 那用茶包也可以 像這種茶包類的東西 也可以 只是他目的就是把東西綁上去而已 也不用太計價用什麼東西 只要讓他不要散落就好了 那現在季節就是蘭花準備要開花季節 像這個是蘭嶼的 蘭嶼的EQ 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這一顆非常的紅 去年的時候 今年的時候有拍到 非常非常的紅 非常的漂亮 那 這裡的花都準備來了 今年我那邊的蝴蝶藍 蝴蝶藍應該會開到 可能會五十幾顆到一百顆吧 不知道會開幾顆還沒有完全的確定 那因為 因為 他開花期大部分都在二月左右 二到三月左右 所以還蠻值得期待 那邊會成為一個花的瀑布 我的目標就是成為一個花瀑 今年應該就可以達到一半的效果 希望明年可以 養得更好 像這種 我希望明年可以拿到他的 紙袋 我比較喜歡這種 葉子不太會掉落 你看他葉子完全就是 Hold down 住了 二二四 基本上 Silaria很特別 我覺得他的那個葉子會 會掉落 像這種不會掉落 就有點像阿嬤 阿嬤才會這樣子 葉子全部保留下來 除非你得病 他才會掉 那 像這種Silaria 大部分都是 只會保留幾個葉子 有時候是三個 有時候是四個 最多到四個 我那邊最多到四個 他就會掉 只要來一個新葉就葉就掉 來一個新葉就葉就掉 所以他後來就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 非常的 非常的神奇 那 像這一顆就比較特別 這個是 他不太會掉 這顆也不太會掉 看起來也是不太會掉 那他的花芽都已經準備來了 像這個 這個 那花芽來是來從結尖這兩個地方來 那 你可以很明顯知道他是花芽 因為他是 會往上長的 如果是根的話 他會往後面長 而且前面會帶個根罐的顏色 非常的明顯 像這種 根罐的顏色 那花就不會有這種顏色 花就是整個紅色的 那 這個季節 其實是花準備來的時候 現在需要什麼肥料呢 我現在是給他開花肥 但是我還是給他 他甲肥啦 讓他比較重的甲肥 讓他葉子變厚 像這種葉子都比較厚實 就是因為有上甲肥的關係 或者是 鈣美肥 就讓他的葉子變成厚厚的 然後 儲存準備過冬 那 厚厚的葉子會比較 當你噴 鈣美肥比較重的時候 他這個葉子會停止生長 所以其實他是有好處有壞處的 就是 他葉子變厚 但是他停止生長 他葉子 葉子會比較圓一點點 那如果你恢復成淡肥的時候 他葉子會長大 但是他的細胞幣比較薄 所以會 比較容易得病 就是剛好是一個 很尷尬的狀態 所以 其實如果我建議的時候現在應該是要給他一些 鈣美肥 夏天的時候如果你在雨季之前其實也要一些給他一些 鈣美肥比較重 就是 美甲肥比較重一點 他讓他葉子變厚 所以有人在講是說 你在 颱風天之前或雨季之前的時候 噴一些開花肥 讓他的 細胞變厚 會抵擋比較多的疾病 盡量不要讓他 夏天的時候只噴生長肥 讓他一直長 長的時候很容易得病 因為夏天的 病菌比較多 那現在有時候我覺得還是要注意一下病 有病 如果你有 雖然冬天的病床比較少 但是 乾的狀況下通常會有紅蜘蛛 或者是像我現在有證據性的疾病 那個就從外面帶進來 所以如果你要去買花的時候 特意 要特別注意他上面會不會帶病菌 有的時候你可能要做處理 不然到時候會整個 影響到你整個原本的花 會很麻煩 OK 可以看一下他這邊的椅子都很漂亮 像這個也是割掉的 OK 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